有点半煎半炸的那种感觉 就会比较外酥内软 口感会比较好 韩式餐厅老板仔细讲解 煎韩式煎饼的技巧 让特教班学生可以亲自体验 过程兴起有趣 学生十分开心 就是很开心 自己动手乐趣多 学生体验做煎饼 看见成品漂亮上桌 有着满满成就感 贫庐市新一路上绝佳韩式餐厅 推出韩式烤肉 部队锅 腊炒鸡排等韩式美食吃到饱 还设有自助厨房体验DIY 以及免费穿韩服 学生在学做韩式煎饼后 尽兴地用餐大快朵仪 更不忘穿上韩服 拍张美美的照片留念 开心又满足的表情 让陪同前来的家长也感到欣慰 大家不用去家门 学一手 把朋友比较快 很开心 很开心 很高兴 特教班老师说 学校在这学期安排了 学做韩式煎饼的课程 前阵子透过屏东新闻报道 知道这家餐厅 有这样的体验活动 于是就和业者接洽 让学生亲自来做煎饼 也体验便装 没想到餐厅老板娘很有爱心 全部免费招待 让师生又惊又喜 孩子其实他们每个礼拜 在做实习商店的活动 其实收入其实并没有很高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每一分钱 都是花在刀口上 那所以刚刚我是跟老板在讨论说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做一点优惠 因为我们有一些孩子做生童饮食的 然后有一些有饮食上的限制 就是人师的那个量当中 结果因为老板就说 这是个爱心的活动 所以他就决定要全而赞助我们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他 许多特教班学生未曾出国到韩国旅行 这次在校方的安排下 来到这家韩式餐厅 不仅动手做了煎饼 还吃到好吃的韩式料理 也体验穿传统韩服的乐趣 仿佛置身韩国 没想到又获得超有佛心老板娘的 免费招待 让这一趟特别的校外教学体验 留下温馨又美好的回忆 评论新闻财力怀扬正义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